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甲江麵特弱》 時事即食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欢迎收看大甲江麵特弱 时事即食麵 我是花仔星 今天是2018年8月17日星期五 今次大领下 本來上個星期五報道過港鐵沙中線工程有危險 昨日,匯展站工地附近的海軍商場出現多條巨型裂縫 有倒塌的危機 根據資料圖片,海軍商場外圍的牆壁 以及內部的地板多處出現裂痕 裂痕更加粗到可以放得下1元硬幣 可見商場被破壞的程度已經到達一個無可挽救的地步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整棟商場倒塌下來 本台特派記者Andy今天去到灣仔的現場 我們看看現場的情況 剛才我跟阿迪神沿著會展向海軍廣場的方向走 沿路都拍了很多照片給你們 看到他在掘那條隧道的位置 一路走過去,走得上海人天橋 好了,我們去到現場的時候 我們都發現那條裂痕是有兩條裂痕 很深的裂痕來的 地上的磚都爛了 那個位置那裏 正當我們拍照的時候 就即時有人衝出來跟我們說 這裏不給人拍照的 但是他本身的牆那裏都有很多那些 那些 那些 李小龍那些新的公仔 你可以塞個牆進去拍照 那些圖案的那些 他們都說現在那些都不能拍了 那些人力車都不能拍了 基本上現在全個牆都不給人拍照 那我們走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不發現有很多 我們就不見有很多保安 或者什麼的 沒有的 也都沒有招牌寫著 不給人拍照的 只不過是裡面現在會看了些人在那裏 是不給那些 可能不給那些傳媒進去拍照 就是這樣 那條裂痕周圍就放了一些 小心地壞的牌 黃色的小心地壞的牌 還有看到那兩條裂痕 應該都有差不多一吋 一吋半至兩吋寬 平衡地 打橫地攔過了那個商場 據了解 海軍商場裡面 有幾間高級餐廳 今天是照常營業的 我們當然非常佩服餐廳職員冒死上班的精神 但你們這群混蛋繼續營業 有沒有想過一下不小心做一做 就會跟客人一起下陷 直入陰槽呢 對於港鐵這一連串的問題 我們有幾個建議給他們 第一 馬時亨先生 你這麼有責任感 對於工程剪鋼筋 令到建築不穩定的問題 你不需要辭職 你可以帶上整班高層 齊齊進入工地做生裝 成為建築的一部分 這樣做就可以令大家對工程恢復信心了 第二 趁來的十一國慶 特區政府可以帶國家領導層 人大常委這麼多位來參觀港鐵 連同777政府一起去到匯展站 相信黃天有眼 街市沉降直接去到一萬毫米 這麼多位直入地底 了解香港深層次問題 永遠守護港鐵 這樣就最穩陣了 第三個建議 不要再搞那麼多事 直接停止所有工程 拆開牆身檢查一次 以及重新評估 有些地方不適合畫就不要畫 不要真的搞到原先好的香港陸沉 我們的家園變廢墟了 好不好 以前經常都覺得 香港塌樓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到今時今日 看著港鐵覆蓋全港地底的同時 沉降的問題 繼而越來越嚴重 而且發生了事不讓人看 不讓人拍 新聞被封鎖 沒有人知道問題的存在 所以我花仔聲建議 各界可以開始研究 轉行投資殯儀業務 因為未來幾年 豆沙線落成 預計大把人攬炒 沉降的沉降 塌樓的塌樓 到時殯儀業的需求 必定上升幾百倍 預早入手投資 齊齊發死人才 今晚吃麵便吃到這裏 下次再和大家大甲乾麵 再會 大甲乾麵 我講大甲乾麵 來自台灣的大甲乾麵 以天然的小麥粉仔 無添加不經油炸 搭配100%純黑豆提煉的醬油 健康好吃又不油膩 還有8款味道給你選 好吃到停不住口 大甲乾麵就是令你想 大甲特甲大著急 大甲吃的 台灣手工麵 沒麵了 我沒麵了